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对这个危机感毫无危机意识 我只能这样的形容他 所以我还以为是还有其他的 应该科匹 科市长是听了他的话 所以我说用不对的方法在做对的事情 所以你的老朋友是那个不对的人 对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一样没人蛮自己的 因为他刚刚在硬凹一点 还好我对土委了解 谢谢庆文兄李议员提供这个资料 我是知道有两段浅顿隧道 夹在这个国务继练馆跟台北市政府站两站之间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八十米的一个联动道 那这两段的浅顿隧道 我是没有去细看它的总长度 这个李议员刚刚提到一百多米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他只有几十公尺 如果一百加起来有一百多米 那相当长一段 比如说一百多米啊 二十米的隧道出 你怎么样满就很长外 OK 所以他完全轻忽了 低估了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他 我说你到底打完 只是一个短期的安全 那我请问你长期的安全在哪里 对 长期的安全就是 你挖那么深 距离那么近 你一定要强调十九米 事实上你还是 十九要十三十号 都是很近的距离 对 又挖那么深 真的对反而线 是很不好 你想请问 这个大笔一定要这样打下去吗 如果现在就开始回田不行吗 如果科B今天能够掌握权 可以请你从出场 我建议它也不要挖了 这两米 从今天我明天开始回田 把B4B5回田掉 都没事 现在B4B5就让它永远 埋在台北市的地价就好了 OK 我们反而线不可能改线 我们怎么可能把反而线移到其他的仁爱路 移到其他的道路上 我们不可能 所以没有大敌不打完会有危险这样的事吗 对不对 现在其实都可以开始回田了 问题是柯市长现在没有办法把李雄赶走 OK 这才是他问题 李雄还是在主导这个工地 对 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条件下 只有希望他赶快 尽快 尽快把这个 对 尽快把这个大笔赶完 这是不得负的选择 对 李市长你说对了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问余烈李市长 有关于那个巨蛋跟商场的问题 巨蛋其实真的要问他的主管机关是体育局 但是因为这整个工程的部分 周理良应该是 应该是 他应该是这个科批一个重要的工程方面参考的 这个资料的来源 所以可能整个巨蛋跟包括捷运之间的 这些所有的问题 我想都是可能是周理 周局长说了算 是这样吗 周局长显然在他的一级主管里面 目前是唯一有做过 因为周局长以前在高雄捷运 其实差一点不多 他主要在台铁 台湾铁路区 我们台北火事弹往中山阶段地下的话 他当甲方 甲方跟乙方 警方其实差距很大 甲方是在铁路区 两手插口袋 吹免器到公寓看一看就跑掉了 跟我们这种 像我们这种带着部队 像我们打越战打伊拉克 我们是前进作战史的一关 我们自己要带着钢盔 要往来走 排阴架的那种 对啊 我们必须要带兴作战的 OK 我在 我那时候在台北 我知道他是甲方 那承包商是容工处 那我是带着机械 带着整个作战的团队 我们是做那个圣机群 我们也曾经在台北 遇过很多次的灾难 就是什么 都是像他 像李远在追的 那个9.5公分 9.7公分 大于5.5 那个是零件壁 壁体包米 街头包米 然后造成 挖很深以后 就是落水 然后夹扮林沙 把道路操控 道路就摊陷了 我们半夜 一抢救 这种灾难 我遇过很多次 OK 这些都是 克服民心的一种感受 其实州机党 他都没有精力 他一直很好命 都在甲方 所以他不能够敢做 那种灾难来的 那种恐怖 有时候是 抢救整个晚上 把道路稳住了 因为这种台北盆地的 软弱地盘 这种深开花式 相当高风险的 OK 我问一下 余林沙 我请教你 我说用杰敏 我想请教 我们周理良 他用一个字眼说 这些所谓的裂缝 还有漏水 他用感冒 这个字眼来形容 你觉得 这种字眼合理吗 是妥当吗 我说他心平山 心大条 我说他应该是 应该是已经 有肝发炎 去肝功能组织 超标 然后有 肥腱 食欲不振 结果这时候应该赶快去 做超音波扫描 然后做切片 看看是不是肝癌 如果到五月底 他把大体打完 我说那是良性的 肿瘤 如果到 在这期间 在五月底 完成以前 也距离那么近了 在中央动物 在板函线底下 发生一个超空 然后板函线受害影响 这个都是灾难 就是恶性肿瘤 想感冒 真的是 很感冒 而且第二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议员 议员他拿一个资料 就是所谓的 ABC三角形 因为他已经往下打了22.7公尺 用三角形计算的话 那个浅盾一定是影响到的 那我的重理这个地方 那周理良应该很清楚 是50米有他原本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他刚才的口气 说不就13米 还是19米 他的态度 为什么可以这样的一派清 我觉得他一直在混视太平 也许 我不晓得 因为以他的操作 他不会去拿紧整 很好 助援 他是一个很 风平不错 我才能讲 周局长过去 我了解他的操作是很不错 他不是被眼熊收买 应该是不是 但是 很显然可能有一些 人情压力 也要是有人去拜托他 我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 能够挡起弹了 因为眼熊讲话 哥P不会理他 对不对 我猜 可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以我来讲 也透过一些 我不敢说是眼熊 有一些人 都有一些管道 想要税务 改变我的 说法 分路 公平正义 专业 公共安全 不能打折 也没有什么妥博空间 谢谢 对 你的个性很符合 曾经现实地的风格 可以问再问第三个问题吗 我第三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在前一段 有谈到松烟 那松烟有谈到价格 马上有第三方公正人士 立刻对松烟的价格 做了一个适当的评估 那我好奇是周理良 遇到已经危害及到 所谓的捷运的情况下 为什么他到目前为止 就你所了解的状况 为什么他现在没有 立刻去请第三方公正人士 来做详细的讨论呢 到底什么情况 因为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捷运 基本上是国家 是政府的财产 也就是周理良 必须面对的问题 假设今天我的房子 被这样子清损的话 我一定找第三方公正人士 而你就是第三方公正人士 可是你刚才讲的过程 当时似乎 他好像不把这个事情当作 你讲对了 他现在把责任一间挑 万一将来捷运有什么闪失 他是必要负最大责任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吃了熊银报子 他敢挑这么大的重格